银行内妇人拿着一叠百元美钞 统统要换成新台币 因为她拿的是旧版美钞 不得不让行员再谨慎一点 仔细看一看 竟然是假钞 美钞摊在桌上一张一张被查扣 警方调查16号上午 台北市松江路某家银行 拿50张面额百元美钞 大约新台币15万 行员试破后报警 妇人便称是朋友请她帮忙换的 警方也找到提供美钞的诚信友人 她则便称 钞票是早年在中国经商 所留下来的不知道是假的 真假钞比对下非常难辨识 假钞不管是立体感触觉方面 还是颜色视觉判断 相似度都非常高 专家怀疑似是所谓的超级美钞 一般所见的伪钞 都是用普通纸翻案的超级美钞 他们是用类似钞票纸 而且是用跟钞票一样做出来的 那个凹板印刷 对啊所以说做工非常精细 会被称为超级美钞 就是因为近乎完美 跟真钞十分相近 1980年代流通 属于旧版美钞 还曾骗过验钞人员 国际上非常知名 钞票用紙就是说 全世界 我的印象中就只有两个工厂在做 他们只接受国家买卖而已 韧性比较高 里面加的棉比较多 只是使用假美金 同样触法 最高可处十年有期徒刑 并割十万元罚金 提醒民众过年快到了 除了要注意假钞 更别侥幸使用或换钱 害自己惹或上身 静新闻再说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 表更新闻 您的旅行 还会否认为 连夜